今天陸委會就說不要去大陸啊 對吧 那現場有人被抓嗎 沒有 這個民進黨講說去之前要登記啊 有人有登記嗎 沒有 民進黨這麼愛登記 不分四季都要登記 那你鄭文燦當初去澳門 怎麼不登記你去嫖 怎麼不去登記你去招 是吧 你這麼愛登記 那你怎麼自己不登記呢 一開始我就跟很多年輕朋友說 其實呢大家願意跑到大陸來啊 就已經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突破了訊息的減防 因為陸委會就說不要去大陸啊 對吧 那現場有人被抓嗎 沒有 你看這個民進黨講說去之前要登記啊 要登記啊 有人有登記嗎 沒有 民進黨這麼愛登記 不分四季都要登記 那麼你鄭文燦當初去澳門 怎麼不登記你去嫖 怎麼不去登記你去招 是吧 你這麼愛登記 那你怎麼自己不登記呢 所以啊 這件事要登記啊 本身也很荒謬對不對 我們發現陸委會啊 竟然還派人 到我們的機場當中 到處去詢問個資 要跟你講說 你看大陸好危險啊 你留個緊急聯絡人啊什麼的 這種行為真的是非常的可笑 可笑 現在國民黨 立法院提案 要解除淨團令 那當然它只是立法院的一個 提案 提議 建議性質 並不見得真的能夠通過會做 因為行政掌握在賴清德 掌握在民進黨手上嘛 它不做 你也是拿它沒責的 那其實依照民進黨的觀點 應該要大力支持啊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現在告訴大家 你去大陸就會被抓 那現在是國民黨讓大家去大陸 有人被抓了就回來怪國民黨啊 對不對 你賴清德為什麼要害怕呢 為什麼要害怕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 邪惡用心被發現呢 國民黨要出包了 你賴清德有什麼好怕的 應該大大方方啊 所以實際上是什麼 實際上就是 有人不想讓大家看到真實的大陸 所以才會有我這邊所說的 一個就是謠言 到處去造謠 比如說大陸高鐵沒靠背啊 對吧 你要去窮到吃田薯啊 然後要吃不起榨菜啦 吃不起茶葉蛋啊 還有什麼人人要去住土房啦 好等等一大堆 等一下我們還會舉很多例子 再來一種啊就是盲人摸象 偏見以偏概全 什麼意思啊 那中國大陸太大啦 中國大陸太大啦 你如果問我台北的天氣 我可以回答你 問我新加坡的天氣 我可以回答你 你問我中國的天氣 我怎麼回答你呢 對吧 大陸我先前講說橫跨四個時區 網友糾正橫跨五個時區 這麼大的地方 14億的人口 那怎麼會是像台灣所想的一樣呢 台灣媒體很常拿著中國大陸 隨便一個小縣 小鄉 所發生的事情 然後就渲染 哇整個中國大陸都是那樣 對吧 好像在大陸發生了一起 這個搶劫案 哎呦啊 中國大陸這個自然都不好了 那台灣呢 搶劫案也不少啊 對吧 所以都會犯了這種 以偏概全 盲人摸象的問題 所以大家未來如果再讀到 大陸的負面資訊 先想一想 這是一個單純的個案 還是它是一個很普遍性的現象 就算有 那也不過就是每一個地方 縣市政府都應該要去主管 台灣也不少這樣的問題 那麼當然啦 就是在這種刻意的造謠 還有各種負面資訊的加持之下 往往大家就會變成井底之蛙 整天只會掛掛掛 所以我們要帶領大家來幹嘛呢 來突破這個井裡的封鎖 一起朝向大海來看一看 好 我們挑1.5 老朋友 感謝 好 雖然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當前的台灣 帶風向的資訊 對不對 就比如說有人跟你講 哎呀 大陸創業基地 招攬台青附路 成功率只有5%到10% 哦 好慘哦 你看這個沒什麼效果都失敗啊 但是你看一下另外一則新聞報導 TVBS2022年的說 台灣經濟部統計 九成創業青年會失敗 一成會成功 但只有1%能夠經營超過5年啊 所以呢能超過5年的 那表示什麼 就是99%都會失敗 那你比照一下 哇那大陸創業還有5到10%的成功 還比較高耶 還比較高耶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首先還是告訴大家 這創業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全球創業成功率大概就是一成嘛 100個人去創業 10個能成功已經相當了不起了 那為什麼感覺去大陸 可以成功的比例比台灣高呢 因為當你是比較願意 遠離台灣到大陸的 比較有主動積極進取的精神 就已經有了冒險犯難的精神 比較符合企業家跟創業家的精神 你當然成功的原因是比較高的 第二呢大陸的政策支持 對待台灣年輕人會台政策 給予的力度也是比較多的 第三呢就是大陸的市場也好 規模也好 只要你這東西能夠做起來 賺到的錢 肯定是比在台灣做的 還要能夠多的 我們再看下一個 你看綠的常常講 你看大陸失業率啊 大陸失業率很高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數字喔 大陸2024年5月份16到24歲 失業率是14%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灣呢 台灣近5年20到24歲 失業率是12.36到13.8 差不多吧 台灣好像也沒有比人家好啊 而且大陸的失業率統計啊 是16歲到20歲都包含在內 那當然很多人可能這個你看剛畢業 或者呢16歲 大家應該都還在忙著考試吧 對吧 所以失業 就沒就業的人當然比較多 台灣因為我是找不到 就16歲到24歲的一個統計 所以這樣來看 你說大陸失業很高 那台灣好像也好不到哪裡去 對吧 說大陸失業你看25到29歲 6.6% 台灣呢5.8到7.12 比大陸還高 比大陸還高 那你有什麼資格笑人家呢 所以數據是客觀的 沒有錯 數據都是客觀的 你說大陸現在這個失業率是多少啊 這個是沒有錯 那你怎麼不跟台灣來做一下比較呢 怎麼不跟全球其他同時期國家 來做一下比較 看一下那到底誰好 還是誰不好呢 而且大家想看 台灣一年畢業生 不過就是25萬人 對吧 民進黨政府就是讓25萬人找工作 都焦頭爛額了 中國大陸一年畢業900萬人啊 大學生900萬人到1000萬人啊 讓900萬人跟1000萬人找工作 那到底哪一個難度比較大 好 欸 先別走 你有這些困擾嗎 掉頭髮 身體乏 老得快 怎麼辦 你的健康問題 就交給Herman Organic 給你更健康的生活